昨天深夜在宜蘭蘇爾火車站附近 驚喘了槍響 現場是兩派人馬 大概十多人就在太平路上來談判 其中一名男子手持改造手槍 想不到突然之間擦槍走火了 子彈就射穿了一旁民宅的鐵捲門 而就這麼剛好擊中屋內的一名男子 造成無辜男子腹部中彈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整廂貨報到場之後 除了是把這傷者送醫來救治 同時也釣魚了周邊監視器 監臨前逮捕嫌犯 詳細的案發原因還要進一步釐清 16號深夜十一點多 兩派人馬聚集在民宅前 雙方你一言我一語吵成一團 這時突然一聲槍響 大家連忙衝回車上鳥受散 但民宅的一名三十多歲男子 卻腹部突然中彈 事情就發生在宜蘭蘇澳車站附近 但仍好端端在家怎麼會中槍呢 警方調查原來是一名25歲成性男子 日前在網路上跟一名無性男子 起了口角糾紛 成性男子心神怨恨 火同友人跟對方相約太平路上理論 不料雙方一言不合爆發爭吵 結果其中一人手持改造手槍 不小心擦槍走火 子彈就這樣射穿旁邊住家鐵捲門 造成屋內一人腹部中彈 在場十幾人見狀一轟而散 馬上投離現場 中槍男子遭子彈貫穿側腰 造成骨頭受傷 所謂目前醫院已經進行手術將子彈 取出沒有生命危險 蘇澳分局貨爆後馬上擴大 調閱監視器終於順利在十七號 凌晨三點多 以車追人埋伏 成性男子見無處可躲 自行帶槍投案 全案將依殺人未遂罪 及違反槍炮彈藥刀屑管制條例等罪嫌 移送宜蘭地震署偵辦 其餘涉案人士警方也將持續追查 記者綜合報導